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来看老宋,坎那山 在生活中啊,我们都有一些相对比较亲近的人 例如我们的亲近啊,朋友啊 对这些人的吸引度呢,也会相对较高一些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问问朋友们 和这些亲近朋友交往的时候,你最怕什么呢? 有些朋友说呢,最怕他们跟我借钱 更怕的是借完钱不还 其实真是这样,你说现实生活中 如果这些人张嘴和你借钱不借 关于挺好的,不好意思 借了,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太多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还不上你钱 这个时候呢,你说你要是不要 不要,那是自己的血汗全舍不得 要,要到最后关系也没了 可能钱也没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借钱 看的是越来越通透 越来越明白了 但是呢,老宋觉得啊 在生活中和亲亲朋友交往 有几种现象比借钱还可怕 如果遇到了那么尽早断绝关系 尽早离开 有朋友说哪几种现象呢? 哪几种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欺骗坑你的 亲近朋友 在生活中啊,我们很多人吃过的大亏 都是因为关系亲近的朋友亲戚 因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他对你很了解 而且呢,因为很熟悉 关系很亲近 我们就会放防备意识 就会相对差很多 这样的时候就很容易相信他们 很容易上当受骗 但打个比方说 别人跟你借钱 毕竟你可以选择借和不借 结果如果亲近朋友想坑你的时候 你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 你叼就掉坑里了 有人说了 亲近朋友真这样吗? 咱都不说别的 就看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你说你有一个卖保险的亲近朋友 你发现他卖保险 大多数都会选择卖给亲近朋友 你说当年做传销的 是不是大多人也是选择 把亲近朋友找来做传销 咱都不说的 就绵北把你骗去的 有很多也是亲近朋友 在做这种事情 我说的没错吧 所以一旦你要发现 你的亲近朋友里 有那种苗头啊 想坑你的苗朵 甚至说他没有坑你 他坑了他 你们其他的亲近朋友 这个时候 你也要赶紧决断 离他远点 为什么? 他能骗其他的亲近朋友 就一样能骗你 能坑别人 就一样能坑你 你并不多啥 明白老宋说的意思吧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就是 过度索取道德绑架你的 这种呢 在亲人之间比较容易出现 例如什么 兄弟姐妹啊 他认为我们是兄弟姐妹 你过得好 我过得差 所以你帮助我是应该应份的 你给我钱也是应该应份的 这样的时候 你再满足他 他就会得寸之处的索取 然后呢 如果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能帮助他了 或者不想帮助他了 也帮助不了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让道德绑架你了 你为什么这样罪我 你为什么这样做 然后甚至他会怨恨你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亲人 我跟你讲 就算你们的亲血脉再勤 那我也劝你尽早离开 为什么呢 这样的人永远都是自私的 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他们永远都不会懂得感恩的 亲人之间要是互相帮助 你有什么事情了啊 我去帮你一下 拉你一发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碰到这种道德绑架 过度索取的 我跟你讲 你胃不饱的 早晚他会怨恨你 所以还不如现在就算了呢 你觉得老宋说的对不对呢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就是回头的亲亲朋友 什么是回头的亲亲朋友啊 就是在生活中他曾经伤害过你 曾经害过坑过你啊 这样的亲亲朋友啊 突然回头来了 来请求你的原谅和你道歉 那可能是声泪俱下的 说的是诚心诚意的啊 以前都是我的错 以前都是我不对 以前是我鬼迷心窍 利益心心了 但是现在我回头是暗了 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 很珍惜我们的亲情 所以请你原谅我以后 我一定好好让我们好好处 我们肝胆相照 是不是有这样的 那么我劝你你赶紧啊 离他越远越好 不要相信这样的话 有朋友就是心远的 一看你看人家都道歉了 人家都认错了 人家都回头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是不是跟他一个机会呢 我是不是和他重新成为 那么好的关系呢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人他能害你第一次 他一定能害你第二次 能害你第二次 他就能害你第三次 这个是改不了的 当你原谅了他了 当你一开始可能小心谨慎一点 出了一段时间 嗯他确实是改了 他确实是拿我当真朋友了 确实我们关系那么亲的 当你一放松警惕 当你一吸引他 那么你可能第二次遭罪的时候 就又要来了 立木屋老松的意思吧 所以所有的回头亲亲朋友 你只记住 他既然伤害过你 害过你 那么你就 不要再原谅他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身边有那种 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亲亲朋友 干着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不论他混得好还是坏 不论这个人是讲一起 还是不讲一起 不论这个人人品 其他人品怎么样 我劝你一定要远离他 我跟你讲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亲亲朋友 你不举报他 你已经就是讲感情了 你就是重情义了 千万不要觉得 你看看没有事 他违法犯罪 他走在法律的标原 和我何干呢 对吧 我们该怎么处怎么处 我们该是亲亲是亲亲 该是朋友是朋友 我们该交往交往 这样行不行呢 我跟你讲不行 为什么 有很多时候 你觉得能控制住自己 但是法律的界限 有时候是很模糊的 你一旦有些时候 因为感情啊 因为亲情啊 你可能认为这个很正常 我只是这么做了 我也没做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只是出于感情啊 我这么做了某些事 但是可能最后 你做的这件事情 就涉及到法律了 你就没犯法律了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如果你和一个 经常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人 经常干一些见不得光死的人 在一起接触平凡 你们的关系很好 你们很亲近 那么你早晚会触犯到法律 真的 没有例外 朋友们 我告诉你 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亲朋友 尽可能的离他远一点 千万不要跟他关系走得太近了 不然到时候你违法了 你还纳闷 我怎么犯法 我不知道啊 那也没办法了 你说一说呢 朋友们 今天就聊到这 朋友们看一看啊 我说的这几种 是不是这几种亲亲朋友啊 比接钱还可怕 所以呢 如果遇到了尽早远离 对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